只是呢 現在大家很緊張的 原本以為零確診的帛琉 原來呢 零確診已經破功了 帛琉呢 我們的友邦啊 維持了將近兩年的零確診紀錄 但是現在各位 它爆發了一波疫情了 那接下來我們的旅遊泡泡 還要不要繼續呢 去帛琉旅遊回來的旅遊泡泡 會不會成為疫情的破口呢 好 今天大家打一個問號 等一下下午呢 時間兩點鐘 指揮中心要給大家答案 首先我們先來看 帛琉的衛生部先通報啊 在今天累計確診22人 好 目前呢 在帛琉累計是189起的確診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難道我們指揮中心都沒有掌握消息嗎 當地的媒體報導 這波疫情很有可能是Omicron 所以呢 傳播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 說到帛琉 飯店 沙灘 大海 當然大家去那邊是不太會 如果在沙灘你要去潛水 不會戴口罩的 好 這一波因為是Omicron 所以大家就更緊張 目前呢 很多人可能喔 有賣好機票 訂好旅行團喔 準備要來去帛琉玩 那麼目前我們有實施一個叫旅遊泡泡 那那個旅遊泡泡呢就是 如果你去帛琉玩 在入境台灣的旅客 你就不用隔離檢疫了 不用說像從美國回來啊 你要去住這個防疫旅館 但是呢 你必須要自主健康管理 好 這也代表呢 有帛琉旅遊史回到台灣的民眾呢 你還是可以出門 只是有限度的 就是人多的地方你不能去 但有限度 你還是可以在社區移動的 現在呢 有一個民眾就說 他原本呢 就是他啦 粉紅色的這個人 旅客呢 他買了這個帛琉的行程 因為他本來想說帛琉零確診嘛 放心啊 終於呢 出去走走也好 好幾萬喔 買了這個行程 準備要出國去了 結果呢 這個帛琉的朋友跟他說 我們現在疫情嚴重耶 你不要來吧 那他才恍然大悟 蛤 你們現在疫情很嚴重啊 我們怎麼都沒有報道 不知道耶 對於台灣政府呢 是否知情 然後刻意隱瞞呢 不知道 到底是因為真的 疫情爆得這麼快 來不及掌握消息嗎 所以他很生氣 他感覺呢 你這是犧牲我們 然後呢 去討好友邦嗎 民眾質疑 旅遊泡泡為什麼還在繼續開 那觀光局怎麼回應呢 這一切掌握在觀光局 疫情指揮中心那邊嘛 觀光局就說了 台北旅遊泡泡現在還是維持 還是持續在進行當中喔 所以呢 他覺得這個狀況讓他無法接受 因為他當然就覺得我不想去 那不想去就想說 能不能全額退廢嘛 好 問了旅行社 帛琉知會我方 但是呢沒有揭露疫情 導致沒有辦法全額退廢 好 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們往這邊來看 好 現在呢 當然我們要等疫情指揮中心 最後的決策嘛 莊仁翔昨天晚上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也說帛琉呢 到今年為止的確是出現了167例 其中呢139例都是境外移入的 9例是他們當地的社區感染 好 莊仁翔也坦承 疫情來的突然 他也是禮拜一才知道這個消息的 好 莊仁翔就說了 現在呢從帛琉回國的檢疫 會不會升級 還要評估 預定今天雙邊就跟帛琉 要來進行會議了 但是呢我們來看一下航班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的確都有這個計劃去帛琉玩 你看呢一月的時候 五班 二月四班 三月四班 接下來呢 好 會不會有一些其他的規劃呢 要來做調整呢 現在大家不知道 好 要看帛琉疫情而定 來做滾動式的調整 當然等一下我們也期待 兩點鐘 疫情指揮中心應該要給大家一個答案 希望這個旅遊泡泡不要成為疫情的破口 帛琉旅遊泡泡去年八月中重啟 但現在卻經傳Omicron攻陷帛琉 今年一月境外移入139例 本土9例 另外還有19例已經康復 累計167人確診 有旅客投訴政府未揭露帛琉疫情 向旅行社要求退費 竟無法全額退款 不能拿國人健康開玩笑 感覺是犧牲國人取討好友邦 任何的政策有更改 那我們也就會隨著更改做變動 旅行社也證實尚未接到中央的指示 但沒有旅遊泡泡檢疫措施放寬 入境旅客只需要入境PCR 和第五天自行到醫院篩檢 不過免隔離5天自主加強管理 和9天自主健康管理 令專家憂心恐怕成為防疫大破口 感控的部分上來講 如果他們回國 我是覺得還是建議 還是要以採取落地採檢的方式 回國之後是不是還是適合5加9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 至少要以7加7的方式 去做相關的隔離 根據觀光局統計 1月1號至今從帛琉入境的旅客 有48人 華航飛往帛琉 2 3月都有4個航班 已經規劃飛到6月 指揮中心回應 週一才知道帛琉疫情 已經與帛琉聯繫 下午將進行視訊會議 評估旅遊泡泡措施 是否先終止 如果他已經有社區感染的風險的話 當然我們就要考慮 滾動式的去修正我們的防疫規定 有專家認為 帛琉已經出現疫情防疫規定 勢必要改變 否則國內疫情恐怕會更嚴重 記者姚立強 謝君仲城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當然號稱零確診的這個帛琉 很多人還是期待的 剛的火山湖我也有去過 但是接下來讓大家爆出這個消息 160多名確診 本土感染也有9人 現在莊仁翔說疫情很突然 今天要了解狀況 當然其實在帛琉 很多的醫療其實是靠我們台灣的團隊 去幫忙的 所以現在呢台灣隊又要出動了 星光醫院也派出了醫療團 要到當地去支援 那麼根據這個領隊感染科醫師 黃建賢的說法 他說當地的社區管控有比台灣嚴格 未完成隔離 他們都會戴上手環 然後呢這個旅遊泡泡的部分呢 是不會跟當地人有所接觸的 所以他認為目前還不需要停辦 今年到目前的167例吧 那他其中有19例是已經康佈 另外他是把139 後其中的139例歸類 現在有跟旅遊相關 另外9例是携設性性的干擾 事實上發生的非常的快 就大概星期一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也快速跟國流方這邊聯繫 未來在1月底會有這個 國流的旅遊泡泡的部分 如果要繼續停辦的話 那國外的檢驗措施也沒有要修正 這個關島的確診個案數 在1月初的時候 關島一天的確診個案數 大概只有11例左右 但是呢到了昨天 關島一天確診已經拉升到869例 換言之 這次的Omicron的這個病毒 就如同我們桃園機場的群聚事件一樣 他是來得又快又急又猛 傳播力十分的強 你看關島他也是指數型的 這個確診個案的一個上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事實上來講 我想帛琉也是因為在 這個受到這個關島 這個疫情的一個影響 那才會有可能就從境外移入的病例 變成本土的確診個案的這樣的一個發生 OK 其實帛琉的疫情 我們一直在關注當中 那從這個月1月的月初開始 從1月的月初開始 我們開始了解到他們的境外移入的 這個陽性的病人開始有上升的這個趨勢 那主要是從關島 進到帛琉的這個陽性的病人有開始增加 那我們同時也關注關島的情況 關島也是在月初開始 他們慢慢的他們的這個 整個病例數在上升當中 所以在月中之後 我們發現除了境外移入增加之外 開始有本土的個案出現 那所以在這個傳染鏈看起來講 應該已經是到了第四輪 第五輪 也就是跟台灣目前 這個群聚感染的這個現象有點類似 那旅遊泡泡到那邊的話 基本上不會跟當地人接觸 關於他們社區的這個管控的部分 其實比台灣還要嚴格 那在台灣的部分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跟自主健康管理 是自由新政 那當然政府方面會去 對於這些自主健康管理 包括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做一個管控 但是就帛琉他們只要是入境的 自主健康管理的 就是不是陽性的人 他們要戴手環 所以當地人一看到手環 就知道他是境外回來 還沒有經過完全的這個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 所以其實他們的這個管理 是比台灣還要嚴格的 好那接下來這個入境 就是從國外來到台灣 這個入境的落地篩檢 終於今天凌晨開始變得比較嚴格了 過大到東南亞 南亞 包含像是菲律賓等等的航班 都要來全面篩查 但是這個原因居然是因為說 發現防疫人員被感染到 Omicron的南亞豬才改來這個政策 有專業醫師就砲轟啊 之前只有長程的航班回到台灣 所有的人會篩查 就是說你短程的就不用篩 但長程的才篩 醫師就砲轟 你覺得病毒會跟你分長短程嗎 本來就該全面的入境普篩 尤其是每一天呢 美國入境的確診者比例是最高的 但是呢是否指揮中心逢美必軟呢 還是美國沒有被列為高風險國家 現在呢國民黨也炮轟 這叫做掩耳盜鈴政治防疫 台灣機場20號清晨開始全面篩檢 短程航班的入境旅客 早在一個月前各界就呼籲 全面篩檢入境旅客 但指揮中心就是只篩檢長程航班 直到機場防疫人員染疫 找不到感染源 醫院竟然發現是東南亞Omicron病毒 才恍然大悟事情嚴重 上午短程航班篩檢結果都是陰性 但不少人痛批 中央連網羊補牢都慢半拍 應該短程航班長程航班 應該同時一起篩查 因為病毒才不會跟你分短程跟長 勤者要勤王打蛇打七寸 那個七寸就是機場 那個時候後面就不需要這麼緊張了 八個人你都湊不出來 你早湊不出來嗎 你只要八個人 你只要八十個人 你只要八百個人也應該增加 因為那邊增加以後 你後面就不需要動員這麼多 那些醫院什麼 跟著這個交頭爛額 所以這麼簡單的事情 居然能夠拖這麼久 這也是很奇怪 翻開最近長程航班機場採檢結果 美國入境確診的人數 每天不是超過一半 就是超過九成的入境採陽旅客 都是來自美國 血淋淋的數字每天都有 但政府打死不把美國 列為高風險國家 到底是在等什麼 美國把二十個國家列為高風險 那我們台灣 不敢把美國列為高風險 美國每天的確診人數幾十萬人 有時候上百萬人 怕美國爸爸生氣 所以就是只好說 那全部都是高風險 這個也是言好道理 集會中心 港幣自用 對於外界的專業建議 視若無睹 但防疫最重要的關鍵 不就是邊境防守 若國門淪陷 後果難道也要全民來承擔 記者楊七號水果好 台北報導 哇塞 民眾呢 反映在北市想打高端打不到 真的有 我算了不好說 好反正我自己是想打莫德納啦 但時間也還沒到 好我再繼續等著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呢 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 在廣播節目上狂ho 15分鐘 他就一直轟柯文哲說 你歧視高端嗎 甚至批評陳時中太軟弱 才會被柯文哲欺負 好今天呢 阿伯嗆聲了 我來看一下 阿伯就說了 你來大家看一下 這是典型的什麼 認知作戰可惡啊 這不是造謠 什麼是造謠呢 好柯文哲就回嗆周玉寇 CP值還蠻高的 領這麼少錢 要做這麼多事 不簡單啊 那你怎麼看 就是現在周玉寇 為了打不到高端 然後在節目上面 批評台北市 批評15分鐘 哎呦 辛苦他的 市長 市長 他的CP值還蠻高的 領這麼少錢 做這麼多事 不簡單 那你怎麼看 他現在連陳時都請到 他說陳時中太懦弱 我是怒夫 哎呦 他是拿派系的錢 那你怎麼看他現在 就是說他台北市預約不到高端 我跟你講 台北市預約不到莫德納的更多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看報表 天啊 莫德納還缺這麼多 市長你怎麼看 周玉寇說 你欺負陳時中 然後陳時中沒有反擊 是在姑息養天 我活慈悲 阿彌陀佛 來來來 好 在那邊 在那邊 感谢观看